机械师为什么被削了这么多次 我想来想去机械师可能削了有大概快十次吧 七八次 反正就削了很多很多次 到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大家段位低可能看不见机械师 但是在段位高的地方 仍有机械师的一席之地 为什么 强大就强大于在机械师的本身能力 加上娃娃的一个修机 它是可以约等于说 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这就取决于玩家的熟练度 那一把的话 我就给大家展示机械师的恐怖之处 哪怕到现在这个版本 可以说是两三年之内 机械师最弱的一个版本 因为它的话已经被削麻了 先是削这个修机速度 再是削这个娃娃的耐久 以前的娃娃是可以扛三下的 但是下两下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话打女巫一定要送寄生体 收完寄生体我们这把 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简直就是傻瓜式都能溜穿 怎么回事 就是直接拉底 我们这把的话 就是主打的一个一直拉 因为它的话 本体信徒会需要一个范围 那么我们拉开这个范围 它就必须要拉脱 所以这把的话 大家能看到我一直在跑路 我们很多时候玩机械师 并不需要有多么华丽的操作 只需要你的意识比较好一点 但是这一把这个律师 我个人感觉玩得很有问题 之前也排到过 感觉玩得老师 有一点点 嗯 等下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操作 哎呦 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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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修你破机去 你怎么打 拿什么给我打 我就问你拿什么给我打 他杀律师去 杀呗 这律师走开 我还在修机不好意思 我在边六鬼边修机 我还在边六鬼边修机 拿什么给我打 这律师你看多持续军了 他说没有必要 很简单 接着很简单 这把又要赢了 上分 太无脑了 这律师白给你知道 傻瓜 所以说这种段位 他这把 其实牛是有机会的 但他可能不是S派 但是牛都压迫感不是很强 我吵 真来鬼屋的 漂亮 然后这把律师白给 我们卡住 我们鬼屋 我们本来要修这台电机 他卡住了 加上这个傭兵的话 没办法救人 那么这一把的话 我们修机也没办法修 所以最终的话 还是得直接抬走了 但这的话 并不影响我们本身 说这个角色的一个强度 所以说跟着我才学 下一个巅峰人磺 就是你 是的 可以 我也傻不拉 现在